群星楼是整个中原七州最强大的商楼,所拥有的宝物最多,买卖起来最公平。 甚至,它所发行的银票都能流动天下,得到各方承认。 可想而知,它背后潜藏的势力何等恐怖? 绝对公平。 这世间从无绝对,号称绝对保密只是价格不够高, 我在离城群星楼,一次次一股进入购买贵重物品,就被盯上了。 无缘微微摇头,逼得我都暂时没去购买修炼所需的物品。 群星楼,遍布天下,分为总部,州级分楼,府级分楼,郡级分楼四个层次。 自然,层级越高越安全。 像在郡级分楼,一次性购买上千两银子的物品,就会被视为重点客户。 可在府级分楼,这点交易额就不算大了。 毕竟,整个南梦府,高手众多,大家族更多,常发生上万两银子的大额交易。 超过十万两的巨额交易都不算太罕见。 这,也是无缘想来南梦城的原因。 这里汇聚的资源宝物,情报信息,是离城的十倍都不止,要隐藏身份也容易得多。 一股变化后的无缘,乍一看就是一尊魁梧大汉。 走进了这座府级群星楼,客观,里面请。 自然有侍从出来接待。 无缘目光扫过。 府级群星楼,比郡级群星楼强的不是一星半点,单单一楼的占地面积就要大数倍。 装潢奢华,来往的宾客也更显富贵,且有许多江湖豪侠装扮,实力都不俗。 连寻手的护卫,实力都比离城群星楼强得多。 我要上三楼? 无缘冷漠道。 他声音带着雌性和本身相比有极大区别。 对于他这等境界媲美大宗师的高手,一鼓一声都只是小事。 好,客观随我来。 侍从连道,根本不提出要验明实力身份。 很快,无缘登上三楼,自有气质婉约的侍女来迎接, 媚而不俗,面带笑容,让人不自主生出好感。 不愧是群星楼。 无缘心中赞叹一声。 单单三楼的这些侍女,就比离城群星楼要高出一个档次, 训练出来怕是一笔不小的花销。 进入单人接待室。 客观,不知来我群星楼,要买些什么? 早就有一面容约三十岁的黑袍男子等待。 他的声音温和,不卑不亢。 我想要些暗器飞刀,四品,五品的都想要一些,小型的即可。 无缘开门见山。 无缘之前,曾购买过群星楼的制式飞刀,用得颇为顺手, 不过数次大战下来,有好些飞刀无法回收, 还有些破甲后有些损毁。 自然要换一批新的。 四品飞刀。 客观,飞刀乃是暗器, 重在隐秘,突袭, 对材质要求倒霉那么高, 一般无品飞刀就能威胁到一流高手了。 黑袍男子忍不住提醒道, 什么时候,群星楼开始打听客人信息, 无缘声音驱冷, 一股无形契机散发出来, 怎么用,是我的事, 你只告诉我卖还是不卖。 瞬间,黑袍男子只觉自己仿佛被猛兽钉上, 浑身都不由意涵, 顿时明白自己说错了话, 连道,是我多嘴了, 不知客观需要多少。 价格 无缘声音恢复平静, 无品飞刀一柄二十两, 四品飞刀一柄一百五十两。 黑袍男子迅速说道, 无品我要二十柄, 四品我要十柄。 无缘淡淡道, 虽购买的是小型飞刀, 但想要穿过重甲, 注定不会太小, 重量还是其次, 以无缘现在的实力, 负重数千斤, 长途行走都轻而易举。 关键是空间, 三十柄飞刀, 使无缘不影响自身战斗, 行进间不被旁人察觉情况下, 所能藏身的最大数量。 好, 我就安排人去取。 黑袍男子道, 不急, 无缘不急不徐道, 我还需要一件四品的贴身软甲, 记得是不影响我灵活性的软甲。 四品软甲, 黑袍男子眼前一亮, 这是大生意啊。 像飞刀, 即使是四品力气, 可用料太少, 且作为暗器, 价格不可能卖得很高。 价格太高, 客户肯定会去其他病气铺购买。 可软甲不同, 用料多, 需要的手艺同样高, 价格自然水涨船高, 一件好的四品软甲, 卖出上万两银子, 都是常试。 客观, 甲咒因不同人的体型不同, 大多数是量身定制的。 黑袍男子道, 不必, 我要成品。 吴渊淡淡道, 定制。 自己一股状态下, 和平日体型有明显差异, 不可能去定制。 那就要请客观随我去兵器库, 一一尝试, 看哪一件最为合身。 黑袍男子道, 行。 吴渊随意道, 他也不担心群星楼甩什么花招。 两人从接待室背后的小门, 只接上了四楼。 来到了一密室前, 客观, 兵器室通向不同房间, 偶尔会碰到其他客人来挑选兵器, 若需要要保密, 你可以戴上面具。 黑袍男子指着一旁墙壁, 上面悬挂着大量面具, 各个青面獠牙, 面具上都只露出一双眼。 嗯, 吴渊点头, 随手取下一面具戴上。 推门, 一件偌大的兵器库呈现在无缘面前, 刀, 枪, 剑, 挤, 斧, 盾牌, 弓, 大量的兵器呈现在无缘面前。 每一件都是精品力气。 客观, 黑袍男子看着无缘在试穿了十多件后方, 才选定了一件成品软甲, 忍不住提醒, 这件软甲虽然相对便宜, 但似乎不太适合你。 站在不远处的两名客人文言, 都不由看了过来, 的确不太合身。 嗯, 吴渊冷冷一扫。 行, 客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 黑袍男子连闭嘴, 迅速将这件软甲包裹好, 带着无缘下楼。 再次回到接待室, 坐下。 客观, 这件软甲是六千三百两银子, 加上飞刀一千九百两银子, 一共八千二百两银子。 黑袍男子计算出来, 他有些期待。 一次性进万两银子的交易, 在腹级群星楼也不多见。 不急。 吴渊指尖倾出桌面, 淡淡道, 我还要些断骨丹量非常大。 断骨丹? 黑袍男子眼前一亮, 量很大。 多少? 断骨丹比翠体丹更高级一些, 要效更惊人, 一般是针对入流高手的, 价格也相应更高些。 一枚上品断骨丹, 价格是一百两银子。 一枚中品断骨丹, 价格是二十两银子。 一千枚, 中品道。 吴渊青生道。 一千枚。 黑袍男子呼吸都急促起来。 大生意呀, 光这些丹药就是两万两银子, 加上兵器甲咒都进三万两了。 开年以来, 他都还没做过这么大笔的生意。 一旁的侍女同样听了心惊, 他也没想到自己随意接待的陌生客人竟是如此豪客。 另外, 我还要一些情报。 吴渊四漫不经心道, 目光扫过身后的侍女。 那侍女何等时去? 当即低头退出了接待室。 客官请说。 黑袍男子道。 我想知道有关九龙山、七星楼、九沙府这三大黑暗组织的详细情报。 吴渊淡淡道。 没问题。 黑袍男子笑道。 不要想着拿他们的事迹简术和历史传承来糊弄我。 吴渊淡淡道。 我要的是这三大势力在南孟府的各个据点位置。 联系方式、负责人实力、内部组织构架等情报。 价格、好谈。 吴渊只是黑袍男子。 黑袍男子脸色微变, 旋即就镇定下来。 客官, 我群星楼遵守横云宗规矩, 不可能去刺探这些。 呼。 吴渊直接起身。 爸, 你群星楼不愿做生意, 我就再多费些功夫慢慢去收集兵器和情报。 遵守横云宗规矩。 鬼才信。 黑袍男子顿时急了。 他看得出, 吴渊不是开玩笑, 不只是不做情报生意, 连带刚刚的数万两生意都不谈了。 客官勿走, 先坐下, 有事好说。 黑袍男子脸道, 怎么? 有情报。 吴渊停步, 转身, 冷漠道, 我耐心不好, 若再来糊弄我, 就再没机会了。 客官, 我也给你交底。 黑袍男子咬牙道, 这些黑暗组织的详细情报, 楼内高层或许知晓, 但轻易也不会卖出, 我必须要申请, 即使高层同意, 也肯定要验明客官身份。 吴渊微微点头, 我知道, 可我不会验明身份。 嗯, 黑袍男子点头, 我的权限, 唯一能做到, 就是在正常情报里, 颤杂一些关于这几家黑暗组织的据点, 和大体组织构架的推测。 黑袍男子将推测两个字咬得很重, 吴渊自然明白对方意思。 沉吟了会。 好, 吴渊吐出一个字, 客官稍等, 我将相关情报整理好, 会呈送上来, 客官只能在我群星楼内阅览。 黑袍男子道, 三家情报, 一共一千两银子。 没问题, 吴渊点头, 隐秘情报不能直接带出店铺, 这是群星楼一贯的规矩。 客人能记下多少, 那就看客人的本事。 一千两银子贵吗? 贵! 但自古以来, 知识和信息本就无比昂贵, 没让吴渊等太久。 黑袍男子就送上了几本薄宝的书籍, 还有单独的十余页纸张, 吴渊不客气地越览起来。 自打开上丹田宫, 神魄不断壮大。 虽无其他作用, 可单论记忆力, 吴渊完全能做到过目不忘。 不到半个时辰, 吴渊放下了最后一纸情报, 他对九龙山、 九沙府、 七星楼这几大黑暗组织 有了初不了解。 他心中, 也逐渐浮现一计划出行, 将兵器和断骨丹, 把我收拾好。 吴渊取出足够数量的银票 放在桌案上, 又看似随意道, 对了, 将你群星楼发行的 最新一期的地宝, 人宝, 天才宝, 给我捎带上吧。 黑桃男子看着那一大碟银票, 眼前一亮, 连工为笑道, 几本榜刊, 小事情。 小事情。 小事情。